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 还挺有范儿 我踩着高跟鞋抱着儿子 提着烧给我姐的荣毯 美美地出发了 才走到院子 碰见买菜回来的婆婆 老太太灵地的眼神 瞅了我一眼 皮笑肉不笑地说 哟 大嫂上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哼 明知故稳 我昨天晚上刚告诉她 今天堂妹结婚 我要去吃酒席 不知她是真忘了 还是在装傻 我笑了笑说 妈 我昨天晚上不是给您说过了吗 我今天堂妹结婚 那你拿这个袋子干嘛 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 是宝宝小时候别人送的荣毯 我姐刚生了二胎 我送给她孩子用 我这个婆婆是双标人物的典范 在她眼里 只有小姑子跟老公是亲手足 我们把肉割给她女儿也是应该的 而我娘家父母和姐姐就是外人 亲密程度远远比不过婆家人 用她的话讲就是 女人结了婚 婆家才是自己的家 一切要以婆家为主 当然对女儿又是一番标准 今天让她看见我送给姐姐荣毯 估计心里又老不舒服了 我还真不知她这一套 凭什么小姑子从我这儿拿吃的用的 她都觉得理所应当 而我给我姐东西 她就觉得我吃里扒外 我自己的东西送给我亲姐咋了 她管得着吗 我叫王燕 跟老公刘妃结婚三年 儿子快满两岁了 我跟刘妃恋爱两年 直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才不得不硬着头皮 第一次拜见婆婆 也许是电视剧和婆媳故事看多了 我对婆媳相处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像我这种大大咧咧 不拘小节 说话不过脑子的性格 能跟婆婆相处得来吗 刘妃让我不用担心 说她妈性格随和 为人友善 对外人都礼貌热情 哪能外带自己的儿媳妇 第一次见婆婆 我心里的忐忑不安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起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舒爽和妥贴 婆婆笑意盈盈 拉着我的手 亲热地问东问西 吃饭的时候 她还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 吃完饭后还不让我收拾 把我从厨房里推了出来 让我到客厅看电视 我的心 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样平易近人的婆婆 大概能很好相处吧 但我还是太天真了 这一切不过都是表象 刚结婚的时候 我就领交了婆婆的双标 刘妃家住的是 上下两层的自建房 婆婆说 家里地方大 不用买房 住在一起 她还能帮忙做饭带孩子 我妈想了想也答应了 毕竟她家就留费一个儿子 没必要计较那么多 彩礼就按当地水平 十八万 我家陪加一辆车 我妈给我买了一辆十万元的车 又给了我一张十万元的存折 交代 我不到万得已 不要动这笔钱 女人有一笔钱傍身 才能活得有底气 婚礼过后第二天 婆婆就换了一副面孔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愣潮热讽 你妈办事可真不地道 都是女儿 也不能这样明知偏心吧 这不明显地 看不起我们老游家吗 你姐结婚 陪下一辆二十万的车 凭啥我刘妃 就只陪开十万呢 我气得蹊跷生烟 但碍于刚过门 不好明着撕破脸 使劲按压住心中的不快 说 妈 你别只盯着陪价 你再打听打听 我姐的婆家 给我姐花了多少钱 婆婆冷哼一声 兴兴地离开了 我姐的婆家 全款买了一套房 还给了八万元的彩礼 我妈自然也不能太寒算 以免我姐被小瞧 所以陪下了辆二十万的车 不过 买车的钱 我姐也出了不少 我姐在公司里 做销售经理 提成不少拿 她不忍白花我妈的钱 我姐条件好 平常也没少贴补我 她现在刚生了二胎 我给她孩子一条熔毯 怎么了 又不是婆婆买的 她犯得着这么多关闲事吗 下午回来 姐姐收拾了一大包 她大宝穿小的衣服 让我带回给儿子穿 小孩子长得快 我姐买的衣服 大多是品牌的 有些只穿过一两次 跟新的没什么区别 婆婆眼尖又爱管闲事 直接问我拿的什么 想想上午的不快 我为了掰回面子 也是为了告诉她 我在我姐跟前 不会吃亏 于是带着我的骄傲的口气说 我姐家大宝穿小的衣服 给咱家宝宝穿 基本上都是新的呢 打脸来都错误其妨 婆婆轻蔑地冷哼一声 一条全新的上好的熔毯 就换来一堆破布 还高兴得更傻瓜似的 真是缺心眼 我心里的火 腾得一下 窜到了嗓子眼 烧得喉咙火辣辣的疼 连同早上没发泄疼的火 一起清洗耳出 容坦是我的 我想给谁就给谁 你管得着吗 就是我姐连一堆破布 也不给我 我也愿意 就你家刘飞和刘丽 是亲手族 我们得把肉割给她 你也觉得是应该的 我姐就是外人 以后你们家刘丽 也休想拿走 我一毛钱东西 刘丽是我小姑子 她儿子比我儿子小半岁 我儿子的玩具 她看见了 就抱在怀里不撒手 像电动挖土机 电动飞机 我儿子没玩几次 就被这娘俩顺走了 婆婆还笑得 见牙不敬眼 到底是亲哥俩 连爱好都一样 拿去吧 舅舅舅妈再给哥哥买 儿子刚断奶那会儿 需要补充婴儿配方奶粉 刘飞托人买奶粉 一买就是一箱 刘丽说她儿子 食量见增 她奶水不够 每次买来的奶粉 婆婆都自作主张 分给她一半 还美其名曰 说什么自家人 不必客气 外甥是舅舅家的狗 吃饱就走 话里话外 带着宠溺 而轮到我姐姐 就成外人了 何况我根本没吃亏 我姐急于我的 比我付出的可多得去了 可婆婆看不见 大概我以前 从没有这样怼过她 婆婆怒不可遏 开始跟我对骂起来 说心疼她儿子 挣钱不容易 都是为了我们好 她辛辛苦苦 帮我带孩子 给我做饭 我却不知好歹 分不清好来人 就是那喂不熟的狗 我也不甘示弱 我们都开始翻旧账 我从婚前收到婚后 从小姑子穿走我几件衣服 说到我姐给我儿子 买过多少回玩具 婆婆从我剖腹产在医院里 她给我端食端尿 说到伺候我坐月子 几天几夜没合眼 我现在却忘恩负义 我们吵得昏天黑地 天翻地覆 晚上 婆婆也气得 饭也没做 自然也不吃了 躺在屋里生闷气 刘飞回来也埋怨 我不讲方式方法 老人不都是这样吗 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最亲 如果婆婆撂挑子了 我们两个怎么能安心上班 冷静下来想想 我也觉得 为这么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伤了和气也真不知道 但她这样亲属有别的双标 真让人不能认同 想要家庭和睦 还得让她转变观念 但眼下 还得先把她气给顺了 让她心甘情愿帮我带孩子 我给婆婆在商场买了件大衣 跟她道了歉 是我态度不好 让她别计较 婆婆一直把孙子 当眼珠子来疼 根本做不到不带孩子 她也就顺势而下 接受了道歉 不过 嘴上还是很应急 撇撇嘴说 要不是为了我孙子 谁稀罕大理你 安心日子没过多久 婆婆的商标毛病又犯了 刘飞自己经营一家小广告公司 快到年底了 资金有些吃紧 她就让我姐夫 帮忙用公司做抵押 带了笔款 款项到上没几天 正好是我姐家大宝的生日 刘飞说 姐夫帮了我们这么大忙 于情于理 她这个小姨父 都不能出手太寒酸了 于是我们就花三千元 给大宝买了一辆电动玩具汽车 婆婆不知怎的知道了这件事 开始纷纷不平 当着我的面大骂刘飞 说她吃里扒外 胳膊准往外拐 亲妹妹家孩子过生日 只花两百元买玩具 大姨姐家孩子过生日 一出手就是三千 这分明就是看不起 她这个老婆子 狗眼看人低 我气得嘴唇都紫了 但碍于上次的教训 我强忍着没吭声 老太太的矛头 使向她儿子 就交给她儿子处理吧 刘飞气得哭笑不得 给她解释了姐夫帮忙贷款的事 婆婆的理由更奇葩了 你大姐帮你忙了 你就巴结她 你妹妹没本事 帮不了你忙 你就踩低她 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 刘飞哄她 正因为妹妹是亲的 是自己人才不需要客气 大姨姐说到底是外人 所以才要离上往来 才要巴结 婆婆的火急这才消了点 脸色谎和了些 不过下了最后通牒 今年过年 我姐家的孩子压岁前 必须减半 因为我小姑子是一个孩子 我姐是两个孩子 要一碗水端平 我刚刚平息的火 一下子又扑腾起来 刘飞使命朝我试颜色 我才忍着没爆发 没想到疫情来得铺垫盖地 从大年初二开始 封村封城 门店开张更是遥遥无期 刘飞的小广告公司 在年前做了几单生意之后 彻底关门协业 能够生存家里都岌岌可危 更别说盈利了 好不容易等到解封 由于疫情的影响 各行各业都不景气 刘飞的广告公司 由于规模小 根本就接不到火 好不容易接个小单 还因为竞争激烈 把价格压得很低 利润稀薄得几乎不可见 更可怕的是 一年的贷款期马上就到 如果不及时还款 公司可能要保不住 刘飞整天愁眉不展 焦头烂额 他小心翼翼地跟婆婆商量 要不用家里的房子做抵押 再贷一笔款 拆东墙补西墙 先保住公司再说 这个提议一出口 就被婆婆否决了 全家就这一套房子 万一出了意外 一家老小都要住大街上吗 他们这么老了 可经不起这么折腾 可公司要是没了 刘飞几年的心血 就打了水漂 想要创业 还得从零开始 难度不是一般的打 看刘飞愁得想撞墙 婆婆也很心疼 她说 要不 大家齐心协力兑钱 先把贷款还了吧 说完这话 她就觉得也不现实 她和公公的退休工资都不高 根本没有多少积蓄 小姑子流利更别提了 两口子挣得少花得多 不来搜管娘家就不错了 哪会有闲钱帮她割 婆婆深深地开了口 燕子 你姐条件好 要不你问问她 公司可不能没了呀 事业是男人的底气呢 我飘了婆婆一眼 泛着酸味说 我可不好张这口 自己人不包 让一个外人来帮 这不打你们的脸吗 瞬间 婆婆的脸油红变白 扭头回了房间 偏偏这时候 刘莉打电话过来 说她婆婆摔断了腿 她老公工作忙走不开 得把孩子寄放在我们家一段时间 婆婆知道我们在为贷款的事发愁 可她一个人又搞不定两个孩子 拿着手机吱吱吱地说不出话来 用期待的目光看向我 我提高声音说 那就送过来吧 正好还能给你大侄子做个伴 婆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燕子 妈知道你们心里不清静 可偏偏事凑到一起了 亲子热妹的 哪能不失马首呢 我笑着说 对 亲子热妹的 应该 应该 婆婆愣了一下 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后来还是姐姐姐夫帮了忙 拿出大部分钱 帮我们还了贷款 公司才得以继续经营 婆婆知道后 高兴地直抹眼泪 终于度过难关了 而我牺牲了休闲娱乐的时间 只要一下班 就赶紧往家跑 帮忙照顾那两个混世小魔王 买吃的玩的都是双份 从来没亏待过刘丽家孩子 一个月后 刘丽的婆婆出院 她来接孩子 孩子哭闹着 硬是不肯跟她走 刘丽看着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孩子 眼圈都红了 说 谢谢你嫂子 我笑着说 有什么好些的 咱妈说了 都是亲子热妹的 应该的 婆婆羞红了脸 燕子 你别跟妈一般见识 妈老了 思想顽固 总以为女人结婚了 就得以婆家为重 其实仔细想想啊 哪边都一样 都是亲子热妹 手心手背都是肉 哪能分远近啊 这次多亏了你姐 要不公司可真就完了 旁边的刘飞 笑得嘴都垒到耳朵边了 我狠狠瞪她一眼 婆婆不知道 贷款是到期了不假 但远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有一些存款 公司账面上还有点钱 差了一点 我姐帮我们补上了 根本没上到金股 我故意谎报军情 夸大事实 就是想让婆婆明白 不是她家的人才是亲人 我娘家人照样也是 正巧小姑子家出了事 我硬撑下来 即使真心帮她 也是为了让婆婆 改变观念而助力 婚姻把本来毫不关系的 两家人捆绑到了一起 无论婆家娘家 对夫妻双方来说 都是骨肉至亲 不应该有亲属远近之分 世上哪有那么多 应该不应该的无私奉献 只不过是以真心换真心 人都会有偏爱 自己孩子的私心 这根本无可厚非 但在大体上 还应该保持 客观公正的平常心 推挤积燃 换位思考 自己的孩子们血脉相连 别人家的手足 也是骨肉至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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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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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den达 Heavy